袁文在族書節上一回, 話說侯軍閘騙了個假名, 來到彩鵬留名掛號, 拿著個號牌上了擂台, 兩個人一通姓名, 侯軍閘嘻嘻大笑, 哼,你是秦傾? 曹英他張眼一瞪, 本大爺就是秦傾, 你為甚麼發笑? 我笑你這個, 是無牌貨啊, 曹英臉是當堂一紅, 亂說一四後, 你到底是甚麼人啊? 我是誰我自己知道, 讓我先把你這個假貨, 打落擂台才算啊, 後軍閘趕著動手, 賈秦傾立即還擊, 你來我往是施展本領, 這一個童子賭拜觀音掌, 那一個張生獨身跳奮場, 這一個如來五行薄天地, 那一個老君八卦定陰陽, 一個金龍吸水翻波浪, 那一個猛虎登山喘過梁, 這個日相隨機, 不好擋啊, 那個順手牽羊人難防, 兩個人就戰夠二十招, 後軍閘有點招架不住了, 心想這個假貨力大無比功底深厚, 既然不能夠取勝就走為上著了, 若再亂戰一定遭殃, 想定了, 他就虛仿一拳跳落擂台, 那麼後軍閘雖然是雅光的將領, 之不過就是一般的人物, 拳腳武藝很平常, 當然不是曹英的對手啦, 曹英一見他拜下擂台, 揚揚得意,哈哈大小, 後軍閘真是氣得咬牙切齒, 他將腳一扔, 你這個假貨, 你米高興志, 有人會來找你算帳的, 你等著啦, 講完出了火神廟, 早晚趕路回雅光仔報信, 這樣一報信, 就引出了四馬下山, 增加秦勤相見, 長安城內, 一場血戰, 話分兩頭, 話說秦勤跟隨魏王李密土伐定陽王劉武舟, 政戰了個幾月, 回到雅光, 聽人家說, 說他的母親和夫人, 連兒子, 就跟姑母去泰山進鄉, 隨後又去歐洲羅帥府, 秦勤心信不疑, 知他發夢都想不到, 他的娘親, 夫人和兒子, 現在在怡龍山, 被人吊在梁上面, 相見, 因為屋裏面沒有其他人, 他就回到金庸城的觀澤那裏居住, 但是講講這一日, 雅光眾英雄正在大廳那裏議論軍情, 忽然門軍品寶, 後軍集回山, 軍師徐茂公說, 令他進來相見, 後軍集匆匆忙忙走到碎府大廳, 眾人一看, 他神色慌張, 疲乏不堪, 就急著問他是甚麼回事, 後軍集面帶怒容, 喘著粗氣說, 軍師, 眾委將軍, 還有那麼多位哥哥, 你們不知道, 講起這件事, 真是氣死人了, 小弟奉命去西京長安探視, 不知哪一方的強賊, 無充陳二哥的名位, 在長安城跨下海口, 立下擂台, 雙人無數, 京城那些軍民百姓, 提起秦慶兩個字, 沒有一個不恨之入骨的, 連祖宗都罵了, 雲世魔王情咬, 聽到來這裏, 力辣一聲, 在張椅子上跳起來, 撫目原則的問, 只說當真是嗎? 哎呀, 這樣的事, 我怎敢亂說呢? 那個強賊, 利害無比, 今天立雷已經九十七日, 如果百日之內, 沒有人將他打到擂台, 唐里淵, 就要封他做國公皇后, 領兵元帥啊! 浩瀚秦慶聽到來這裏, 真是氣到三殺神暴跳呀, 五零豪氣騰空, 咬牙齒齒就罵了, 你這個整一壞人, 你竟敢傷天害你, 壞壞我的名聲, 我一定要去長安, 看過你有幾多個腦袋, 我抓住你, 一定要水師萬短, 秦慶講完, 大廳之內的眾兄弟, 個個都怒火難禁, 七嘴八舌, 爭著要去長安打雷, 晴咬今天取素六眼, 拍案大鬧啦, 不用爭啦, 全部都去, 非要將這個武牌坊, 捏成陸掌! 哈! 這時候, 只見軍師徐茂公, 緊袖雙眉, 將手一擺呀! 眾伟兄弟, 不可以草率行事呀! 魏王李敏, 雖然不是立業之主, 但是, 我們目下尚且相隨, 他現在不在家中, 命令我和秦二哥掌管軍務, 那又怎可以善離職守呢? 眾兄弟, 既有歸唐之心, 愚兄亦有此意, 但是就一定要等機會, 如果貿然去打雷, 那便一定影響歸唐大計呀! 未等徐茂公講完, 情咬今天大叫起上來了, 歸唐歸唐, 歸她的屁嗎? 想當年, 秦二哥在林銅山冒住生死, 單人獨騎, 救了李淵全家的姓名, 哼! 現在他做了皇帝, 返為恩將仇保, 找過什麼衰公冒充二哥的姓名, 賣賣二哥的名聲, 開港友說, 朝天一處鄉, 就是和爹娘, 二哥挨罵, 等於是罵我們, 以我看, 我們就一起殺上長安, 捉住那個武牌褲, 撕湯了他, 再遮住李淵, 一刀劈死他, 我們大家, 輪流做皇帝呀! 徐茂公聽到來這裏, 就立刻刻賣臉話, 死弟, 你不要亂講, 開港友說, 事出有恩, 債國有主, 我們不可以聽風是語, 輕舉妄動呀! 我想那個李淵, 乃是幼道的明君, 通情達理, 而他的兒子李世民, 聰明蓋世洪略過人, 久後, 必為天下之主的! 以我看, 他們決不會恩將仇報, 決不害財的! 至於這個賈秦琴說, 讓我訪查清楚, 自有良賊, 徐茂公講完, 就吩咐眾兄弟, 各自回盈仔休息, 中將盤馬灣公, 軍師按兵不動, 到底是甚麼意思呀? 原來徐茂公的深謀遠慮, 他中觀天下大勢, 將會是由亂入子, 他決計要責保明主歸唐創業, 此時機未到, 現在眾兄弟一路之下, 要去長安打雷, 難免會在京城招災惹禍, 堵塞歸唐之路, 故此他就不准中將輕舉妄動了。 再講好漢陳琴, 回到自己的營仔, 屍水翻騰, 難以入水, 他想起自己, 乃是名將之後, 雖然武藝超群, 身經百展, 但是從來都未曾做過 雙天害理之事, 提起陳琴兩個字, 郡民百姓稱讚, 綠臨好漢月伏, 禁回這個強賊, 慕名立雷, 作惡商人, 難免會被天下人此小, 黎民百姓抱怨, 這樣就傷害了自己半世的英明。 秦琴心想, 軍事不准進京打雷, 無非是怕重將, 招惹是非, 難道秦琴就任由人家污辱, 任由那個強賊為非作大嗎?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好漢秦琴怒火消心, 越想越生氣, 立即決定單人獨騎, 去長安打雷, 於是, 他就執不遲遲遲遲寫了一封信, 留給軍師徐茂公, 還祝福將前的軍師, 不准聲張, 趁著熱式, 帶上銀裝簡, 騎上黃標馬, 一個人飛奔落山。 秦琴一走, 早就已經有秦山的軍卒, 報給魂世魔王知了, 程咬這麼聽文廣, 就大喀一驚, 心想秦二哥獨自一個人去長安打雷, 孤掌難明, 凶多吉小, 軍師膽小怕事, 我姓程不能夠不理, 哼, 找幾個兄弟, 幫一下秦二哥手才行, 程咬這麼抓定主意, 偷偷地叫五底黃軍可, 八底羅城, 如此這般講了一次, 三個人就立即準備好座棋, 程咬這麼誇上捲毛手, 黃軍可騎上赤兔馬, 而羅城就上了白龍區, 三個人就趁著月光, 偷偷地走出營寨, 快馬加鞭, 嘩嘩嘩嘩嘩嘩, 追趕好漢秦庆移去, 再講好漢秦庆, 他坐在寶馬之上, 計算著日期和路程, 強賊勒雷, 打日期門就算他贏了, 今日已經是九十七日, 如果三日之內, 我還不趕到長安的話, 就算是去到, 也白跑一趟, 雅剛仔雙距長安, 筆下有兩千里, 我必須不分就夜趕路, 秦叔寶正在暗中盤旋, 猛言之間聽到後面響起馬聯鈴聲, 心想, 難道是軍師派人來追趕, 不肯放肯? 想到來這裏, 他就把心一橫, 啪啪啪, 緊抽三邊, 黃標馬四題翻飛, 快如閃電, 好像藤雲駕墓那樣, 頭一日就離開山東景地, 第二日就住在洛陽城東, 而第三日起個五更, 就跑了八百里來到長安城, 遠觀城頭, 高有三長, 近看城門更加威風, 戰旗之下, 布滿紅兵, 果然是天子腳下, 繁華鬧事, 之秦叔寶有心事, 他就無心觀賞大家的景象, 立刻就找飯館來衝擊, 猛言之間, 一個店小儀站在一間飯館門前招攬生意, 來了, 南利的北往的, 造官的遺患的, 背宮的揹箭的, 退車的淡淡的, 賣煤賣炭賣針賣線的, 都來著我們那間店了, 我們這裏, 店房寬廠乾淨利落, 高床低鋪睡得舒服, 上衛生口乾草碗豆, 食飯方便微微加點, 肉肥酒香, 雞鴨魚湯, 正煮蚊炸, 重舊蒜薑, 食不食都來, 看看吧! 這個小儀正在喊, 一靈翻轉面, 見陳勤離島, 一伸手, 嘘嘘的聲音, 拉著馬僵繩, 連戴笑容抱拳當兇, 說, 老客官,請進來吧! 這陣子, 陳勤正走到人困馬乏, 飢渴難忍, 推安落馬, 老店家, 打擾了, 唉呀, 唉呀, 清清清清清清清, 那個小儀, 帶著陳勤入了店房, 立刻就將那匹馬牽去馬鵬, 又將陳勤帶到上房, 抹桌斟茶, 陳勤就說, 小儀, 叫你們的老闆來, 是, 不用一陣子, 老闆就來到了, 秦勤一看, 這個人四十幾歲年紀, 五呎幾高的身材, 高鼻樑, 大眼睛, 白白正正, 穿戴非常乾淨得體, 滿面春風, 一看樣子就是精明能幹, 不用問啊, 都知道是做生意的行家女手來了, 隨口就問, 老闆, 貴姓呢? 說話, 我姓劉明七, 客觀你尊姓大明, 秦勤一聽, 他心裏面想, 現在唐主真假難辨, 為防不測, 我還是不露真情為好, 隨口就答, 我姓任, 叫做任三和, 外號, 任大狗, 劉七一聽心想, 哈哈, 你這個外號, 起得一點都沒有錯啊, 看見你個頭, 夠了客人, 站高, 高過我成半折, 秦勤這個時候, 說, 劉老闆, 我那匹黃標馬, 想麻煩你花點心血, 好好的照料一下, 唉, 任大狗, 你儘管放心, 你那匹黃, 如果不吃乾草, 我們就餵青草, 不吃青草就餵大馬, 啊, 不吃大馬餵碗豆, 不吃碗豆就餵芝麻, 如果芝麻不利口啊, 我們還推賣殼來餵它, 總而言之, 一定令到你滿意的, 那好, 回頭, 我一定要好好地多謝你, 唉, 說去哪裡, 任大狗, 對了, 啊, 你一來到客店, 先吩咐慰馬, 那當然是遠方的客人, 看你這一身打扮, 八成是軍牙公差, 哼, 我不做這行的, 我是一個生意人, 專門經營珠寶玉石金銀古董, 這趟, 是專門來長安看行情的啊, 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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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還帶著兵器啊, 唉, 現在兵方馬亂, 盜賊重生, 帶著兵器, 好防身啊, 啊, 那是,那是, 有見識啊,任大狗, 劉七的心在想啦, 嘻嘻, 咦, 這個是大客來的啊, 不可以萬代的啊, 是啊, 任客官, 你是想, 吃點什麼飯, 喝點什麼酒那樣呢, 說一聲, 讓我好好地去安排都好啊, 保證叫你花淺情深, 吃喝魚, 咦, 我們這裡賣的酒菜分三等的, 上等的酒值, 三百寸一圍, 這樣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啊, 那, 那你可不可以先介紹一下, 上等酒菜是怎樣的呢? 劉七就說了, 哈哈, 講起上來, 我們這裡啊, 凌酒好菜, 應有盡有啊, 咦, 只是講酒啊, 有玫瑰紅啊, 壯圓紅啊, 葡萄乾啊, 香芙蓉, 大曲小曲啊, 二鍋頭, 早木乾子啊, 老虎酒, 再講到菜了嘛, 有喉頭燕窩, 海參魷魚, 奇琴二壽山珍海味, 這些酒菜啊, 只要你吃一趟, 咦, 吃一趟又會怎樣呢? 只要你吃一趟啊, 三日不喝就五日不饑, 都不枉你長安一趟啊, 唇侃嘇咣大笑咯啊, 咦咣咯咯! 流七, 為妳真的會做生意啊啊, 好, 妳就跟我拿一隻上等的酒菜吧。 好... 老闆流七一聲吩咐, 不用多久就準備好了, 放入整桌也好, 寇侃一看, 咦, 這隻酒菜過言充誠啊! 秦庆看着这些明菜好酒 心里面很高兴 一路上 他晓行耶稣两三天都未曾吃过一餐好饭 他心想 今天一定要吃饱饮足 然后先去打擂台 直到一想 刚刚落下江山的时候 分明听到后面有马灵之声 一定是有人追着来的 伤距不会很远 但我看过来了多少个兄弟才行 想到来这里 秦庆就说 楼七 酒菜影真不错 不过你帮我抬那张台 去门前那边吃 楼七一听就不解其意 呃 任大舅啊 这个地方干净高雅 宽敞大方 呃 那边面临大街 好吵的嘛 唉 我吃饭忠意热闹 再说 我初到长安 想借着这个机会 日观街景 很开玩笑 我开玩笑喝嘛 楼七就说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就好办啊 讲完就和秦庆 上了张台 抽到门口那边 楼七 轻转身就想说走开 哈 被秦庆一手就扑着 楼七 楼七 开港都有说 一个人不喝酒 两个人不赌钱 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喝悶酒 没什么意思的 来 你搬张椅过来 坐在这里陪我喝几杯 楼七心里面在那里想 啊 你这个任大舅 你真是不傻啊 上言道啊 卖酒就不陪客 我如果喝你一杯夹你一煮菜 哈 你算我吃过 一等你要蒙着我摊烧 那我就上你大当 唉 喝大酒啊 喝大酒 好对不起啊 我不会喝酒的 嗯 老板 你不是骗我嘛 哪里有酒店的老板 不会喝酒的 不过这样 我听人家说 卖酒不陪客 你 是不是怕我要你摊烧啊 唉 怎么会是这样的意思啊 任大舅 真的啦 我真的不会喝酒的啦 秦庆就说了 哼 你不会喝啊 不会喝 我也要你陪客了 你不用怕我要你摊烧 我先给钱先啦 说完秦庆就在医户里面 拿了个银钉出来 在桌上一房 来 先算账 然后你再陪客 楼七一看这样的阵势 他就笑着说了 唉 喝大酒啊 你放心吧 今天 我无论如何都陪你喝几杯 舍命陪君子 小燕 快点给我拿多四个菜 半斤大曲酒来 来啦 小燕 直接拿了半斤酒 和四个菜来 马虾小雨啦 鸡蛋粉皮啊 那两个人就向着大家 喝起上泥 走过三秦 赛过五味 秦庆正要向楼七打听 擂台之时 猛言之间听到一阵马铃声响 人声嘈杂 只见长安东关大街上面 走来有一帮人 到窗见极 耀眼光明 尘土飞扬 杀气腾腾 正中间走着的 是一匹桃花马 马上坐着一员女长 手执着一对铁棒锤 满面杀气 眼含怒火 在马上 闹个不停 秦庆啊 秦庆啊 秦庆 我姑奶奶今天 一定要跟你拼命 你这个狼心救费 你害死我哥哥 今天姑奶奶 不杀了你的话 我就撞死在擂台上 血不回来 话说那个姑娘 破口大闹秦庆 越闹越恶 越恶越难听 秦庆越听越怒 越听越激起 面上游黄变红 游红变青 游青变纸 游纸变白 杀时之间怒火攻心 气向上涌 眼目金星 失去理智 等一声 一取就 扔到酒席上面 哇 不敢搞法 欲知后事如何 且聘下回分解